哈囉大家好我是艾倫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事情是 Uber的地圖怎麼樣去設定 因為有一些人跟我分享說 就是他們剛開始開的時候 就是很常會走錯路或是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因為Uber的地圖會帶他們走小巷子 那我們今天這集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地圖怎麼樣去做設定 那這是我個人的方式啦 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也許對你們會有幫助 也許你們原本有自己的一套開法 我也遇到一些可能開一年兩年以上的老司機 他們也常常會走的路線 不是我預定中覺得最完美的路線 因為每一個人對於開車 對於那種路徑上的認知 事實上是不太一樣 有些人覺得這條小路其實走比較快 有些人覺得走大路比較好 那我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說 你怎麼樣去設定說我們地圖就是 Google跟Uber 到底要是怎麼樣去做選擇 因為事實上系統它有提供兩種地圖 甚至是三種以上的地圖可以去做使用 Uber它的系統 你可以去切換成Uber或是Google的地圖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就要跟你分享說 這兩個地圖它的優點跟缺點到底在哪裡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你在帳戶設定這邊 它是在你的帳戶這裡 OK然後你點開APP的設定 那設定地方它就寫是說到底是導航 那你可以選原本的Uber導航 以及Google的地圖 OK你這邊可以去做切換 那也就是說你現在把它更改以後 你馬上就可以使用Google的地圖 那我們來看一下差別在哪裡 我們現在直接上線給你看 前往上車獲取建地點 符合路234號 也太近了吧 我這樣怎麼 怎麼示範給你們看 我現在想一件事情 好我現在左轉 你看它的邏輯就很奇怪 你看它現在走的邏輯就很怪 它怎麼會是直走 它明明就是在我的前面右手邊 等於說我前面直走就到了 它為什麼是繞了一圈 這是這個就是它的 Uber地圖它的邏輯很奇怪 它的想法 它思考模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再來Uber地圖它的特色是 它一定會帶你走小路 像這個 它怎麼會帶你走這個巷子 其實我只要回轉 就再加上一個回轉 因為我回轉然後再靠右 就接到這個客人了吧 對不對 它在方向的分辨上是 比較特別的 比較 比較喜歡走最短的路徑 Google的話 它就會變成是說它走大路為主 那怎麼樣去做切換呢 其實簡單來講的話 這兩個地圖它最大的差別 差異性在哪裡 Uber地圖它的最大的依據性是最短距離 然後Google地圖的依據性最短的優先權 就是說優先權就是以大路為主 有大路走大路 有大路走大路 有高架橋走高架橋 有國道走國道 它會走最快也最順的那種路來走 那However那邊可能走小路會比較快 那Google地圖它有個特色就是說 它會 它會 演算 它的演算法會算 比方說像這種藍色 橘色之類的 那這個就是它的路段塞不塞 但是通常在這種小路 在這種我都在永和嘛 那這種小路的話 其實根本不用care說它塞不塞 因為永和它不是一個很長 長時間會塞車的地方 它是基本上不會塞車的地方 它判斷就是說 可能是藉由這個地方的車子的流量 可能是衛星拍下來的流量 或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也不確定 或是說這邊的 我感覺比較像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你看 Uber它的地圖會比較像是說 走小路 它會帶你走最短的路徑 也就是說這兩個地圖 一般來講的話 我會怎麼樣去做操作 一般來講的話 我近距離就是看Uber地圖 那遠距離就是看Google地圖 那你只要按一下這顆導航鍵 它就會自動幫你跳到Google地圖 也就是說 我在前面要靠近客人的時候 我會先用我的Uber地圖去找它 OK 然後再來如果說我在 我接到這個客人以後 我會馬上去換成Google地圖 然後藉由導航去找說 欸我接下來可能要走建國北路 欸我接下來可能要上高架橋 或者是說我接下來要怎麼走 就是說 就是Google地圖比較偏向於我的大方向的決策 那在接近目的地以後 Uber地圖會比較好用 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跟各位講 因為我這邊先取消 Uber地圖在近距離的方向 它的判別性是比較高的 Uber地圖在近距離的準確率比較高 那Google地圖它的缺點就是它的 它的換算速度 它的演算速度是比較慢的 比方說我這邊做一個回轉的動作 它Google地圖甚至它不會說 它不會馬上判斷出你回轉 它可能還在算吧 我也不確定為什麼會這樣子 但是Uber地圖會反應是非常的快速 等於就是說欸我今天就算是 不小心轉錯彎 或是今天是 做了一個回轉動作 Uber地圖會馬上判斷出來 呃又接到那個客人 好 我這邊可能要先下線 它現在的地址在哪裡 你看一下 在永利路四巷十一號 你看它是 它是在這種近距離 它判斷性是非常準的 但是在遠距離的時候 因為永和 它永和 永和有個特色就是 小巷子是非常的多 永和就是小巷子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呃如果說你在永和 我會強烈的建議你就是不要走小巷子 都是走大路為止 在永恒路左轉 OK那我們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下它現在就已經 在永恒路左轉 它現在就已經走錯 就已經判斷變成是走小路的過程了 它這個路線邏輯是比較不 不像正常人思考的 正常人在開車的時候 我們都是先走大路 然後大路 然後再進小巷 但是它不對的地方 它比較不符合說 我們在駕駛的方式 邏輯比較不符合邏輯的方式是 它就是走小巷 再走小巷 再走小巷 以最短的路徑為主要的判斷依據性 那正常我們在開車 一定都是先走大路 然後再進小巷 然後再找門牌 對吧 一般開車都這樣子 欸我今天要去 符合路352巷的幾號幾號幾號 然後我一定先走符合路 然後我找到352巷 然後再進那個巷子以後 再找那個號 但是Uber地圖它會是 直接帶你這樣子走小巷子 再進行 然後最後到320巷的幾號幾號幾號 它的判斷邏輯是非常怪的 所以通常我會建議你們 再使用這個地圖 就是雙地圖做切換 你同時可以使用兩個地圖 你看 Uber Google地圖它就會帶你走大巷 大路接小巷 OK 好 所以 我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讓我判斷 今天讓我推薦你一個地圖 哪個地圖比較好 基本上我會告訴你 兩個地圖你都用 那就會變成說 不斷地去做切換的 因為說 因為這個對你來說 有什麼樣的好處 第一點你不容易進到此巷子 不容易進到小巷子 第二點就是說 你客人的觀感也會比較 客人也會比較知道說 你是知道整個大方向的 因為Uber地圖很容易就是帶你進一個巷子 但是 你自己 像我遇到很多老司機 他們一樣是用Uber地圖 但是這對他們來說是沒有差 為什麼 因為他們已經開太久了 他們已經知道說 哪一條巷子不能進 可能有很多 很多 兩三年以上的司機 他們也會跟我講 他也是用Uber地圖啊 他也沒有什麼差 因為他都知道大路怎麼走了 所以哪一個巷子不能進 所以他看那個地圖 他是會自己去避免掉 走進那種小巷子的那種窘境 那在推薦新手 你們在使用的過程中 你們就比較需要說 你們就比較需要說 知道怎麼樣大方向怎麼走 比方說我現在從永河到 到公館好了 到公館好了 通常就走幾條條 中正永福福河 那走哪一條條比較近 有時候 基本上你們跟著Google地圖 就是大方向往前走的時候 你們就會先走 比方說走永福橋 過橋以後 然後左轉再右轉 但是Uber地圖 在小巷子的判別性 他會以小巷子為優先權 就是以最短路徑為優先權 所以他就會先帶你 比方說我可能 我這條巷子進去 再右轉就是符合橋 但事實上 開車的邏輯不是這樣 我們都是先走大路 然後過上橋以後 然後再找小路 再進巷子 對 是這樣子 所以我會告訴各位 你兩個地圖 你基本上都可以使用 都要參考 都要看 比方說他 比方說 因為我現在在永和 到公館正路程 我就會在 開始的 大概跟客人 你好 你好 到哪裡 我會先跟客人確定 完地點以後呢 我會馬上開啟我的地圖 然後兩邊我都要看 他哪一個路徑 是我比較 我比較可以接受 我就是這樣走 我就是從 先看Google的 先看大路怎麼走 然後再來就是我要怎麼進巷子 也就是說我會大方向先往 大方向的方向走 然後再開始 然後再接近的時候 我再換成Uber的地圖 然後再開始進巷子 對 等於就是說 他是這樣子 因為你必須要在客人上車的時候 然後你就必須要再馬上就要判斷說 你現在要怎麼走 不然 會很尷尬說 客人帶你走 客人說 左邊右邊 那基本上這個客人就會覺得 你是一個方向感不好 你是一個 不是路 你是一個 不是這裡人 你是一個 不OK的司機 當然有些客人 OK可以接受 但有很多客人也會覺得說 你方向不熟 那大部分客人都可以接受 但是客人最不能接受的是什麼 就是你走錯路 你走錯路 基本上絕對不可能五星啦 四星以下都會被平到啦 所以說 建議各位 上路的時候 上路之前呢 先看清楚你的導航怎麼走 然後你再去判斷說你要怎麼走 不要說 有一些像是 Uber跟小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一開始就知道我目的機在哪 我已經把整個B2給背下來 但是 像是小黃那種比較適合的是老司機 因為老司機你整個路都很熟 你不需要看導航 你也不需要在那邊按來按去 你就知道怎麼開了 但是 Uber的邏輯就是 你必須要在上車的那個瞬間 那個moment 你就 該知道整個路段 接下來要上橋下橋 哪裡有砸到 哪裡要上砸到下砸到 哪邊要回轉 哪邊要左轉右轉 這些都是你必須要在客人上車的 那一個moment 那五秒鐘內你就要搞清楚狀況 不然你整個開車的質感是不好的 因為你一方面 你必須要找個地方停靠 你可能開到一半 你只要找個地方 可能紅綠燈的時候 可能你在看地圖 你要去判斷那怎麼走 那其實整個就 就不是很OK 當然我會在我自己駕駛的過程中 我在紅燈的時候 我絕對會再看影視地圖 避免我走錯路 或是說 我必須要知道前面路況 比方說像是 有一些像是 建國 建國像是 下班時段 很容易塞車 所以它有時候 你必須要走平面比較快 像是基隆路 基隆路也是高架橋 它也是在上下班時段 你就要判斷說 到底要不要走高架橋 甚至是要不要走平地 哪邊會比較快 會對於整個 整個駕駛的邏輯 整個駕駛的舒暢度 會比較好 你司機必須要再上車 那上車的那個瞬間 你就必須要判斷說 你要走哪條路線比較好 那再來就是說 你必須要根據 當下的情況 當下的時間點 可能像現在 中正橋 上個禮拜 在修 換整個 在做拆遷的動作 那你就要判斷說 你到底要不要走 中正橋 他那時候 已經好了 現在已經好了 現在只能走環河 前一陣子只能走環河的引道 那我就不小心上去 我就不小心走到中正橋 結果發現說 剛好在做 維修的動作 好 這是你們價值邏輯 這樣OK嗎 了解嗎 就是說你 好 我就是最後跟各位分析一下 這兩個地圖怎麼樣去做選擇 第一點就是 你在開始的時候 走小路的時候 你在接近客人的時候 會建議你使用Uber地圖 那 因為 第一點它的更新率比較快 Google地圖它在判斷率會比較慢一些 它可能是 欸 判斷這點的位置 會花比較多時間去 換算或是思考的 準確率呢 沒有像 Uber地圖的點的更新率那麼快 所以在比較接近客人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用Uber地圖 那在大方向的邏輯來講的話 我都會推薦你們用Google地圖去判斷說 欸 我現在要走什麼橋走快速 甚至是 走高架或是走平面 你要藉由Google地圖來判斷你的大方向 那在接近目的地的時候 再切換回Uber地圖 因為 這會比較方便你說走小路 因為它在於小路的判斷 因為像Google地圖很多人都說 它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會繞 它會帶你繞大路 其實前面明明就是 欸我快接近了 但是走小路可能就是 一兩分鐘就到了 但是Google它可能會帶你繞 比方說像是 永和 它帶你 我明明就是走 信義路走 人愛路比較快 但是它帶你走 永和路 然後再接中山路 然後再尻回來 這其實是比較慢的 所以呢很多人說Google會繞路 那再來Uber地圖會比較 偏向走小路 因為它們兩個演算法的邏輯是 不一樣的 所以我會推薦你 在進去的時候 先用Uber地圖 然後再用大方向的時候 用Google地圖去換算 去演算 去判斷你要走什麼路 那再接近客人 在接近目的地的時候 你再換回Uber地圖 但你走小路 會比較近一點 會比較快一點 準確率比較高 在門牌的分辨率 其實你必須要判斷說 比方說像是 信義路左邊右邊 這個目前 以前在Uber地圖上面 它沒有做得那麼好 沒有做得那麼好 那最近我發現Uber地圖 有好一點就是 信義路的 左邊右邊的 判斷率比較高 那在Google地圖 有一個BUG 就是說 我在 中校東路的 236項不能左轉這件事情 Google地圖它沒有 它已經好久 它到現在還沒有修正 我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麼去回報它這個問題 因為中正路我在 從大巨蛋那邊 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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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ra那邊 然後 236項那裡不能左轉 但是它判斷可以左轉 那我常常被它帶錯 我有時候 我懶得 我有時候 不是說 我有時候就是 要從 從南港那邊 往 往南向那邊走的時候 我沒有仔細看 它帶我走 236項 哇靠 那真的帶你走錯路 然後我就被負聘了 對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那 總結啦 就是你們必須要去 如果說 我推薦新的司機 如果說 因為這也是一個 比較老的司機 去 分享給我 當初也是 一個很長走錯路 分數很低 4.8幾的 時機 到現在 4.9多 穩定4.9多 那 當然說分數 其實我必須 老實跟你們講 跟你的 接到客人的數量 是沒有任何 太大的關聯性 的 那你只能 藉由這個東西 來去 就是你分數好不好看 這件事情 就是 第一點 你會覺得自己 有進步了 然後你走的路 會正確一些 那我會比較推薦你們 就是從 使用比較好的導航方式 會比較幫助你 第一點你可以快速的找到客人 第二點你可以安全的 也不用突然左轉 突然走錯路 然後就要馬上做一個大爬桃 那非常的危險 那我會推薦你們就是說 你們用好的工具 你的客人會安心的回家 然後再來就是說 給客人的感覺是好的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那這一切都是 這都是蠻重要 就是你的客人 會 你走正確的路 讓你的客人整個 就是舒服了 我覺得這是我們Uber司機 跟一般的司機 不一樣的地方 我會顧好就是我的品質 OK 那我們就下課囉 我們就下次見囉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 掰 每次給我 其實會роб've 開事 沒什麼 沒有 我們要離開 那麼 resc說